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取得开门红,这只以二队类基础配备的中国女排阵容并不完整,只有刘晓彤和龚翔宇这两位队员的国际大赛经验比较丰富,而在这样年轻化的阵容中,龚翔宇就成了队伍中压力最大的队员。 由于今年中国女排有市井赛任务,且亚运会,瑞士女排精英赛,亚洲杯以及市井赛这次向赛事时间较为接近,因此教练组选择让以二线阵容为主的小分队前往瑞士参赛。 这样一来,缺少了朱婷这一最稳定的得分点,其他攻守的压力就变得一禅之大,尤其是龚翔宇这一点。 首先,瑞士赛最终的十二人大名班中,今一位置只出现了龚翔宇和小将吴涵,年轻的吴涵同样来自江苏队,虽然是一位主攻接应都能打的运动员,但他无论是在他的母队还是在国庆女排,大部分情况下都出现在主攻位置,再加上他在成年组的大赛经验几乎为例,这就给龚翔宇在无形之中,带来了更多的压力。 其次,从首场比赛来看,本届瑞士赛的两位主力主攻,应该分别是刘晓彤和刘彦涵,这两位运动员虽然比赛经验丰富,但是在一传方面都比较不稳定,尤其是刘彦涵,一直以来,刘彦涵的一传和防守都是他,比较大的一个漏洞,而刘晓彤虽然有多轮一传的能力但也不太稳定,面对这种情况,中国女排不仅准备了 和双自由人战术,还是要主打接应龚翔宇在异传方面为队伍有所分担,在与瑞士女排的这场比赛中,龚翔宇虽然有些失误,但还算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,承担起了右翼进攻的压力。 全场比赛,龚翔宇16扣9中,两个8球得分,共计11分,成功率达到了56.2%,二传凋铃鱼也比较信任他,给他的球数量也比较多,但就这场比赛来看,龚翔宇处理困难球的能力还有所欠缺,对于一些不到位的球艺或是对于关键球的处理都还不够成熟。 接下来,中国女排还将在小组赛中,面临主力出战的意大利女排以及土耳其女排的冲击,面对着两支实力强劲在欧洲球队,龚翔宇不仅仅要在进攻端,想办法突破对方的高篮网,还是要在异传方面去弥补主攻线上的不足,这些对他来说都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